你不理财才不理你 虽然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 钱不能只靠赚 还要运用合理的手段来让它变得更多 不过面对种类反多的理财产品 有些人还是觉得存在银行里面比较保险 尤其是一些上了年纪的老年人 他们觉得这样更踏实 比起理财产品的收益 银行的利息当然不算高 那么如果是长期的存款呢 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结果呢 今天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吧 大爷曾经在37年前把200块钱存入银行 而且这37年来一直都没有取 那么现在这些存款的本息加起来 一共有多少呢 能不能达到一个非常可观的数目呢 确实有人这么说 而且大爷也相信了 所以乐滋滋的到银行去查看这笔巨款 银行经过核实 发现这笔存单是真实存在的 并且核算了一下本息到底有多少钱呢 你能猜到吗 其实结果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乐观 只有456.12元 是不是让人感到有些可惜呢 要知道这200块钱在37年前可不是一笔小的数目 如果那个时候就把它花掉 应该可以买很多东西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